各位同学大家好 这里是由itin.com为大家提供的NOTGS系列教程 我是竹家老师大地 这一讲我们继续看一下这个ExpressMogoDB商品管理系统 上一讲的话我们给大家讲了这个DB库的一个封装 然后这一讲的话我们利用我们封装好的这个DB库来实现我们这个 实现我们这个商品的一个增加修改以及这个删除 那首先的话我们还是打开我们这个项目 大家看一下 那这里边的话其实我们已经这个商品写示是不是基本就OK了 OK以后那接下来我们实现一个商品增加的功能 就是你这里边一增加 那我回头回到我这个商品列表以后 那我们这个商品的数据是不是就显示出来了 行那我们看一下 那这个增加商品的话 大家仔细看一下 这里边不仅有我们这个表单数据 还有我们这个图片数据 还有我们这个图片数据 那这时候的话如果你还是用我们以前的这个BodyParser这个模块 来获取Post提交的表单的话 你是没法获取的 那这时候我们就要用到另一个模块 用到另一个模块 然后用到我们这个图片上传的模块 就是我们不仅要接收你这个奉表单提交过来的数据 我们还要处理你上传过来的图片 所以这时候的话 我们就用这里边的一个叫Multiparty这个模块 叫Multiparty这么个模块 来实现我们这个图片上传 以及获取这个表单的一个数据 行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对我们这个 对我们这个系统也要重新改造 对吧 那这里边我把谁呢 我把BodyParser就去掉了 如果你这里边没有图片上传 你可以直接用BodyParser 如果有 那我就先去掉了 去掉以后 那接下来我们用谁呢 我们用我们这个Multiparty这个插件 那这个插件的话 它既可以上传图片 也可以获取后台表单提交的数据 获取我们这个表单提交的数据 那你仔细看 那这里边的话 要用我们这个插件的话 怎么用呢 首先第一步还是安装 那我给大家写一下 就是我们这个图片上传插件的使用 图片上传插件的使用 首先第一步还是一样的 老套路 第一步安装我们这个Multiparty这么个插件 第一步安装 安装完成以后 第二步肯定知道 我们是不是需要引入这个插件 那你看一下 它第二步是不是也引入我们这个插件 对吧 第二步引入 引入以后 那我们接着看第三步 它是怎么做的 接下来的话 你仔细看 这里边它用了一个 HTTP和一个UTL模块 那这个HTTP 这就是我们刚开始给大家讲 NotesJS讲的HTTP模块 然后这里边通过HTTP CreateServer IQ IES 然后这里边你看它做了啥操作呢 它如果 IQ.UR等于Upload 就表示如果你给我提交的这个地址 是Upload 并且你这里边的这个提交的方式 是这个Post 那这里边的话 实类化这个Multiparty里边的Form 这么一个对象 实类化以后就可以通过Form.Parse Parse 然后Parse谁呢 Parse IEQ 来拿到我们这个Form表单提交的数据 以及什么呢 以及我们这个实现这个图片上传 就这么简单 行 当然你要注意 实现图片上传的话 一定要在我们这个Form表单里边 加个ENCType 等于MultipartyFormDate 必须得加这句话 这个无论在NotesJS里边 还是PAP里边 还是我们这个 这个JR里边 GSP里边 你都得这么干 这个上传图片都得这么干 所以接下来的话 那我们再写一下 就是第一步安装第二步引入 引入以后 那第三步我们实类化它 那就是在第三步 我们需要在上传上传图片的地方 上传图片的地方干啥呢 执行这么一句话 上传图片的地方 上传图片的地方实类化 实类化这个Multiparty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这里边就表示 就表示上传成功以后返回的数据 就表示获取 获取提交的数据 以及什么呢 以及 以及这个 上传 这个图片 上传成功 以及图片 上传成功 返回 返回的图片 信息 信息啊 行 那仔细看了 那这里边的话 虽然你调用了我们这个 就是执行了这两句话 确实能上传成功 但是你这个图片 上传到哪里呢 是否不知道 所以这里边的话 他又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方法 就在我们 我们这个水呢 Multiparty这么个 Multiparty 这个模块里边 他又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方法 比如说你可以设置他 上传的一个最大的一个 就是我们上传的一个大小 对吧 大小限制 以及上纳 以及还可以设置我们这个Upload 这个DIR Upload DIR 那行 那我们看一下 那这里边的话 我们必须得设置 就是你这里边要设置 我们这个Upload DIR 表示 表示上传的地址 就是 随便等于一个 比如UPROAD 表示上传图片 保存的地址 上传图片 保存的地址 这个就表示上传图片 保存的地址 那行 那这样的话就OK了 就这么几步 就能实现我们这个图片上传 然后这里边 我把这个去掉 就能实现我们这个图片上传 当然接下来我们还要注意一个 就刚才说到一个 就是要注意的啥 就是注意你这里边上传图片的时候 我们这个form表单里边 一定要加这么一句话 就form表单 第四在atml页面 html页面 for form表单 要加入 这句话 行 这就是我们这个图片上传 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几步 第一步安装 第二步引入 第三步 照着它这个实力化 这个multiparty 下面的form 然后指定我们这个图片上传的一个地址 然后接下来通过form.pressiq 然后来 获取我们上传的图片地址 以及我们这个提交的表单 然后要注意什么呢 要注意提交数据的时候 给我们这个atml 加这么一句话 行 那接下来我们就实现一下 那首先第一步 我们要安装这个模块 安装的话 那我首先打开我们这个地址 安装一下我们这个模块 那我首先cd到我们这个目录里边 随便拉过来一个 随便拉过来一个 cd到这个目录里边以后 按一下f 要切换不同目录 然后我cd叠叠杆 跑到我们这个项目的一个目录 cls清屏 清屏以后 我们通过cmpm install 你当时呢 instar我们这个multiparty 这么个模块 然后杠杆c5表示 把它写入到我们这个package.json 杠杆save 走 那这样就安装我们这个模块了 那这样让它继续安装的 那安装的同时 我们下边的话 引入我们这个模块 就是引入图片上传的模块 注意啊 我这里边图片上传的模块 我引入以后 我是把那个body pass给它去掉了 就是图片上传模块 这个它既可以 既可以 获取 获取form表单的数据 也可以 也可以实现 也可以实现 上传图片 上传图片 那行 那我们第二步引入 引入以后 那下边的话 我们要在哪呢 要注意 那这时候我们这个登录模块就不对了 不对 我们一会再说 我先把这个app.use这个东西先去掉 我们先把这个登录的先注视掉 注视掉这个登录的 就是判断登录 那接下来我们要在哪呢 我们要在 要在我们这个增加的 增加这里边 我们是不是要获取表代提交的数据 要实现我们这个上传图片 行 那你仔细看 增加表代提交数据在这里边 这叫get一个add add的话 我们还是让它render一下 这个没问题 这叫写式 写式这个图片 写式我们这个上传的一个页面 写式增加商品的页面 写式增加商品的页面 那你看一下 那增加商品在哪呢 是不是在我们这个 普尔大的add 在这里边 对吧 在这里边 那这里边的话 要注意 要注意 那这里边的话 你这个要提交到哪呢 就是你这个上 这是我们写式的 就你这里边直接执行我们这个 普尔大的add 它是加载我们这个页面 那加载这个页面 你提交的时候 是不是要执行个post的操作 那我们要提交到哪呢 那这里边我就写个 普尔 都普尔大格的add p-r-o-d-o-c-t 都普尔大格的add 我要向正地址提交数据 提交 那这个提交的方式等于post 那这个没问题 没问题以后 那我们看一下 那这里边有商品标题 商品的一个图片 叫p-r-c 商品的价格 邮费 以及它这里边的描述 那最后提交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那接下来 我们是不是要在多普尔大格的add 这么个模块里边 我要干啥呢 我要获取什么提交的数据啊 获取表单 表单提交的数据 以及 以及post过来的图片啊 行 那你仔细看 那这时候我是把app点 一定要注意 这时候get还是post 是不是我要接收post数据 我必须这样写post 对吧 然后这里边有个function 然后这里边 iq is iq is 那接下来的话 就是在这里边 是不是要获取表单提交的数据 获取表单的数据啊 以及post过来的图片 那我们看怎么做呢 那一切的话 我们是用porty passer porty passer我们说了 你只能获取这里边 表单的数据啊 表单的数据 然后你这个图片 你是上传不了的 所以这是我们要用到这个form 就用到我们这个multiparty这个插件啊 用到这个插件 用到这个插件 你首先安装 安装以后引入 引入以后 你就在你要上传图片地方 把这些复制过来啊 照着复制过来 仔细看 放到哪呢 放到我们这里边这个product的add 放到这啊 放到这 那放到这以后 那仔细看 放到这以后 我们要注意啥呢 要注意 刚才说要注意 注意在我们提交这个提交数据的地方 在这里边 我们要设置这个enc type 就是在这里边要设置这么句话 仔细看 必须要设置我们这个enc type 等于我们这个multiparty form data 对吧 form data 所以你这里边必须得把它加上去 一定要注意啊 必须加 加上去以后 那我们才能在这里边 获取它提交的这个数据 以及上传的图片 那接下来你看一下 那接下来在这里边的话 我们就可以打印一下啊 仔细看 我们看一下 能不能拿到它这个数据啊 然后我在这里边再写一个 叫field 然后这个file啊 这个file子表示啊 获取表单的数据 然后file子表示图片上传成功 图片上传成功返回的地址信息啊 返回的信息 那就这样 我们就能实现图片上传了 已经成功了 仔细看 但是这里边你定义上传的目录的时候啊 一定要注意 我们这个目录必须存在啊 目录必须存在 就是你必须有这个目录 我们才能上传 所以接下来的话 我在哪呢 我在这里边新建一个 新建一个upload这么一个目录啊 我在这新建一个upload 来放我们这个上传的一个图片啊 或者你也可以把它放到我们这个public里边也行 那我就放到更目录下边啊 一会我要给大家也是这个 也是我们这个静态 静态文件托管啊 行 那这里边我是被新建一个upload 来接收上传的图片 那这样我们这个页面就OK了啊 仔细看一下 虽然登录 我们刚才登录的话 是不是有问题了 因为我们登录 是不是把这个broadly parser 这个模块给他给注释掉了 对吧 所以有问题 有问题我们一会再解决 那我们首先看 能不能上传图片 以及获取表单 post过来的数据啊 那这时候你看一下 我们在这啊 我刷新一下 刷新一下 给我报错了 报错是因为啥 报错是因为啥呢 是因为这里边的user info不存在啊 那说明我们这个代码还写的稍微有点问题啊 那行 不管呢 我先把这个user info也注释掉啊 我们先一点点来 在public里边 报错是因为你刚才是没有登录啊 没登录 这个user info是不存在啊 不存在 那我把它注释掉啊 注释掉啊 把它给注释掉 注释掉 我们先运行一下啊 再走一下 那怎么还不对呢 来 我还是把它删掉啊 我把它先删掉 先给它删掉 删掉吧 回头我们再把这个代码备份一下 还是备份一下再删啊 备份一下 这叫bac 我们回头再改啊 我们把这个调通再改 bac 然后我把这个hinder里边这个东西先删掉啊 不然它会影响我们这个结果 因为我们刚才是没有登录啊 没有登录 那这样是不是ok了 ok以后你仔细看啊 我叫 我叫谁呢 我叫一个 叫一个 笔记本 笔记本电脑 笔记本电脑 然后这里边我选择 选一张图片 然后随便一张来个2啊 选择2 然后12块钱啊 随便来12块钱 然后这里边叫笔记本电脑12块钱 然后仔细看 那这里边你一提交啊 那这里边你一提交啊 一提交 它是否提交到哪了 提交到我们都 PRODUCT ADD啊 并且是POST的 所以我们在后台这里边都PRODUCT ADD 我们就能接收到他提交过来的数据 那你仔细看啊 我点击提交啊 那我们看能不能拿到数据 是否拿到这个数据了 虽然这里边报了个错 报了错是因为刚才报道应该 告诉我们什么onify 啊 不用管 这是刚才报道啊 那你看呀 这里边就拿到我这个数据了 是吧笔记本电脑12 然后价格12 然后描述 是吧 这个笔记本电脑12 然后这个是哪打印出来的 这个是我们的Fails里边打印出来的 然后在Fails Fails里边打印出啥呢 你仔细看 打印出这个 我们以前的原来的这个图片名字叫啥 以及上传后 上传后上传到哪个地址呢 上传到Upload里边的这个地址 然后多了个反显杆 是因为它里边有个转译啊 那这里边你看一下 那在哪呢 在Upload里边 有没有我们这个图片啊 这就是我们上传的这个电脑这个图片 就到这了啊 到我们这了 同时吗 那回头如果你把这个项目发 发到水呢 发到服务器上 那其他人都可以把自己的电脑上的数据 提借到你这啊 都可以把自己电脑上的商品数据 这个图片上传到你这 那这样就实现这个图片上传功能了 实现以后 那接下来我们要做啥呢 接下来我们是不是要把拿到的这些数据 保存到数据库啊 所以接下来我们一点点获取这个数据啊 那仔细看 那我们获取数据 首先啊 一点点来啊 首先有个Title Title等于谁呢 Title等于等于谁呢 是不是等于Fills 仔细看啊 Fills下面的谁 是吧 Fills下面这是个对象 是不是Fills下面的Title Fills下面的Title 然后Title 你发现他又是个什么 又是个数据 所以我呢 拿到这个数据 是不是Title下边的0啊 哎 拿到这个数据 仔细看啊 那接下来我们其他的也是一样啊 其他的也是一样 那就Price Price也是等于谁呢 是不是 呃 他这里边Fills Price下面的0啊 Price下面的0 然后这里边 费 费表示 Fills 费下面的0 然后描述表示他描述下边的0 行 那这样就这些商品的一些标题价格等等 拿到了 拿到以后 那我们还要拿呢 还要拿到啥呢 是不是要把你上传后 图片在这呢 对吧 我们要把你上传后的这个地址是保存到数据库里边 所以我们接下来要拿他这个PIC 那PIC等于什么东西呢 仔细看 我们下边这个是哪打印出来的呢 是不是在我们这个Fills打印出来的啊 Fills啊 不叫Fills 是Fills这个里边打印出来的 那这里边我要拿到这个地址 就是Fills下面的 是不是叫PIC啊 PIC 那PIC下边 他又是个什么东西呢 是不是又是个零啊 要注意 PIC下边的零 零下边的谁呢 零下边是个对象 对象里边的这个Path 这时候就拿到他这个地址了 那我们先看一下 对不对啊 你看一下 上面的话 我就不也是了 我就直接看一下路径 对不对啊 再保保存 再重新运行一下 那这时候你仔细看了 我再上传一张图片啊 我们再上传一张图片啊 刷新一下 刷新一下 来个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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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点击上传 点击这个5啊 5这个图片 点击提要啊 是吧 拿到这个地址了 拿到这个地址以后 你看一下 是这个UT1啊 UT1 是不是在这儿 这张图片 是不是就上传成功了啊 然后地址也拿到了啊 那说明没问题 没问题以后 那接下来又做啥操作呢 就是这里边 你这个一提交 数据是不是获取到了 数据获取到以后 那接下来我们要 是不是把这些信息 保存到数据库里边 那保存到数据库里边 是不是又要都用到 我们这个DB库啊 那我们就DB点谁呢 DB点 是不是以前学过一个 上级课学的一个 insert方法 对吧 DB点insert PROD OCT product 然后这里边第二个参数 表示我们这个数据 对吧 然后第三个参数 回调函数 就是用我们封装好的 这个DB库非常简单 然后这里边ER 然后来个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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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 对吧 行 那这时候你看 如果 如果ER 是表示失败 如果不等于ER 是表示上传图片成功 那我就RES 成功以后 那我调用一个方法 叫RES redirect REDR DCT 跳转到哪呢 跳转到首页 首页是不是就是我们这个 鞋盖一个 鞋盖一个 是叫鞋盖吗 鞋盖一个product PROD OCT 就是上传成功 上传成功 跳转到首页 但是上传成功以后 你还要写入数据库 就是写入数据库成功 跳转到首页 写入数据库的话 那这里边你是把这些信息 给他放进去 你可以 title 冒号 title 对吧 当然你也可以用 ES6的解写 一种方式这样写 就这样 一点点 把它写 是price 一个price 一个冒号 price 当然我们 在NoneJS里边 我也可以用 ECMA-6的语法 ECMA-6里边 它可以 属性解写 属性解写 就这样写 然后描述 写 就这样写就行 这就是ES6的写法 但是这里边 我可能没有开启ES6 它会给我报错 那也是一样的 就这样写 表示就和上面 是一模一样的 就和上面 是一模一样的 那行 那我们看能不能成功 当然你这里边 既然写了ES6 你这个不支持的话 那不支持怎么办 我们是不是可以 点这以后 也设置一下 设置 找到谁 找到这里边有个 有个我们这个Jarscript 然后这里边 点个ES6 ECMA-6 ES6的语法 那这样就OK了 行 那这时候我们就 就执行上去这边 就OK了 这个模块就写好了 写好以后 你看一下 我们测试一下 我重新启动一下 测试一下 启动 启动一下 启动一下 那我们再运行一下 它这边 你看 这时候就不报错了 不报错 我把这个都关闭 去掉 这时候它就支持ES6了 那这时候我们再重新来一下 你看一下 我这边 我们卸到商品里边 商品里边是没问题 这有这么几条商品 然后我的增加商品 增加商品 我写个叫叫汽车 对吧 汽车美女 汽车美女 然后我这里边选择 随便来一个 就选择这个5 然后这个汽车 汽车10万块钱 然后油费12块钱 随便来 然后把它放进去 放进去以后 你仔细看 我们点击提交 汽车美女来了 它是为啥会到这呢 因为我们成功以后 它是放到数据库 放到数据库以后 我们跳到这 重新刷新了 对吧 那这样这个信息是不是就出来了 出来以后 那你仔细看 那之后我们在数据库里边 我们看有没有这条信息啊 那之后我连接下数据库 cmd 一个猫狗 猫狗 连接数据库猫狗以后 t 掉快的一下看一下有没有这条数据啊 你发现汽车美女这里边是不是就有一个PIC这么个图片地址啊 那有图片地址以后 那仔细看了 那接下来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在这里边写出我们这这个呃这个这个图片了对吧啊那所以我这里边图标那我就变了啊图标那我这里边就写了啊我这里边就有图片们因为对吧所以我这里边图片的话我就在这写啊图标等于是呢图标图标应该是啥是不是一个因为这啊因为这啊 等于等于是呢等于我们这个listi下边的是不是有个PIC啊listi下边的等于接括号北封号一定要加上去接空号北封号等号接括号北封号等号然后下边PIC行那这样这个就拿到了啊拿到了拿到以后那我们刷新一下对不对啊刷新一下哎都没有写实没有写实那我们看一下为啥这个汽车美女也没写实啊那你仔细看啊描一下看一下为啥没写实啊汽车美女 走一下啊看一下里面里面有没有输出啊啊那这里边确实有个地址你发现确实有确实有呢说明啥呢说明他这个路径是不是找不到啊啊这个图片在我们服务器上也有路径找不到你看我open in your table 找不到为啥找不到呢虽然你看一下虽然我们在我们这个项目里边啊仔细看他找不到虽然我们在我们这个项目里边配置了一个静态web服务啊没配置吗啊配置了配置了托管我们静态资源的所以你这里边输入任何东西输入这个东西以后他首先在哪找是把拿到我们的地址在哪去哪在哪去找呢在我们这里边这个 public目录下面去找那public里边有这玩意吗是不是没有啊没有的话那说明说明所以就找不到啊那我们要让他找到可以怎么办呢我们说哎这个app.use你是不是可以配置虚拟目录啊那这时候你看一下我配置个虚拟目录如果你直接配置upload也不行啊就是我们可以配置多个直接配置upload也不行那这样你运行一下那他还是不行为啥呢因为你这里边虽然配置upload那他首先拿到这个地址在哪找是不是在public目录下面找 那public目录没有我们这些信息那他又在哪找又在upload里边找那upload里边是不是也没有这么个地址你看这个地址upload下面这个图片在upload里边有吗有吗没有吧就是upload这个整体啊整体是不是在upload里边没有啊那我们想的是拿到后边这个地址是不是在upload里边找那这时候怎么办呢我们就可以配置个虚拟目录啊在这里边配置一个虚拟目录叫upload然后upload那这时候他会怎么找呢就是你这里边有这个地址 这个图片也有这么个图片对吧那他正好匹配到了我们这个路由就是正好匹配到了这里边一定要注意鞋盖下去啊正好匹配到了upload这么个路由匹配到以后他就把后边的这些拿到拿到以后去哪找去upload里边找那这样是不是就有了注意比较绕啊就是你这里边配置一个路由叫upload那之后他解释到这么个目录以后他首先匹配匹配到upload匹配到upload以后他拿到后边这些地址拿到地址去哪找去我们这个惊叹目录 upload目录去找那这样是不是就拿到这个图片了当然还有一种方法啥呢还有一种方法就是你这里边啊你这里边上传图片成功以后你在这里边保存的时候你可以不把这个upload给他放进去你可以截取一下字幕串只把这个放到数据库那是不是也行啊但这样放到数据库你这里边也得配置中介界啊配置中介界的话要注意就是你这时候你是不是就可以不写upload了就如果你是这么个地址啊要注意如果你是这么个地址啊 你是不是直接就能找着啊这么个地址你是不是直接在upload里边就能找着啊但是如果你是这么个地址你就必须得配置上呢配置中介界啊配置我们这个upload的一个中介界也叫匹配upload这么个路由那行那这样就ok了啊仔细看就是我们这样一匹配就ok了那我再重新运行一下啊运行一下仔细看啊运行一下运行一下运行一下运行以后我首先在这边刷新一下走出来了吧出来了出来以后你在这刷新一下 是我们这个哎汽车美女也出来了刷完以后这个这个图片比较大啊图片比较大那你这时候是不是可以改一下他css样式啊在哪改呢是不是在这个poad的页面在这里边改一下比如我叫宽度宽度我就给你来个100啊宽度100保充一下然后刷新一下ok搞定搞定以后呢接下来你再上传对吧再上传我们再来一个啊叫叫联想联想笔记本啊笔记本电脑啊笔记本电脑啊 笔记本电脑然后我再上传个图片比如上传个3对吧上传个3然后笔记本电脑4000块钱然后邮费邮费23块钱然后这里边描述描述我就简单写下笔记本电脑那你仔细看那接下来我点击提交 出来的话这个笔记本电脑这个美女对吧啊因为我们这刚才那个图片就是个美女啊那你再看一下我们再提再写一个比如说啊比如说这个笔记本电脑 1133对吧然后我选择22的话啊 然后来个啊一切200块钱对吧随便来啊就测试对吧测试期间那我们看一下点击提交 是不是又成功了啊又成功了对吧这就是我们增加数据是不是ok了然后你一刷新他已经保存到数据库了是不是ok了 那接下来的话啊我们增加就没有问题写式也没有问题啊但是数据写式多了我们还要封印啊我们现在写不做这个东西我们先把增删改刷列写啊 这个ok以后ok以后你发现谁呢发现有些信息不对啊比如你这个笔记 这边电脑1133这个输入错了输入错误是我点击修改点击修改以后我是不要修改这个数据啊 啊修改这个数据 所以点击修改的话我们是不是又要跳到修改页面啊修改页面那我们看有没有修改页面啊这里边有个破大个的 edit 这里边有修改商品啊编辑商品啊编辑商品有修改商品那所以接下来的话啊接下来的话我们是不是要在首页就要在我们这个破大个里边我点击修改是不是要跳到修改 所以我这里边写个a hrf等于斜杠etit啊叫什么edit呢我们看一下啊我们这边写的是什么叫破大个的edit还写的是啥啊叫破大个的edit啊我跳到这对吧跳到修改页面所以我在这里边 a hrf等于破大个的edit表示一个修改啊修改啊修改修改修改的话那我这里边加class啊我们加一下class等于呃他这个有个btn的class还有btn btn btn btn什么呢没有提示啊bting行btn一个success啊啊这修改就ok了你看我刷一下是不是修改就ok了一点跳过去来了啊是不是跳过来了啊修改那同理这里边还有删除啊 删除那我也把这个删除写一下删除你照着写嘛对吧删除照着写然后把它控开那这样好看一些啊删除走删除删除的话那就在这删除删除我要跳到水呢是破大的一个啊delet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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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里边叫bting一个杠一个d danger对吧这叫删除威胁的啊删除 行呢这时候再刷一下走啊修改删除是不是就搞定了修改删除没问题那点修改跳到修改点删除啊删除是不是还没做啊那我们写些修改啊点修改那我们看修改怎么完成啊仔细看 那点击修改的话我们首先想的是吧你点修改点击这个汽车美女我是不是要把汽车美女的信息放到这儿对吧所以这时候你从这个页面点修改过去我是不是要把你这个修改的数据传过去啊那怎么传这个数据呢其实我们给大家讲过啊一种叫动态路由一种就是你在这里边把这个数据传过去动态路由传 然后另一种方式我们也可以通过get传值就你一点修改我们可以把你这个数据啊ID传过去啊传过去那这样我在这个页面我是不是在获取你这个ID就可以拿到这个数据啊那行那下边的话我们就用谁呢我们就用啊我们这个get传值啊那get传值就问号问号一个什么呢我们写个ID就是你修改的话我要把你这里边的一个V1ID传过去啊就是数据库的V1ID数据库的V1ID是谁呢是不是这里边有 有个杠ID啊我要把这个传过去传过去以后那我在另一个页面我就可以通过杠ID来拿到这些数据啊所以你仔细看那这里边叫什么呢叫杠ID杠ID那这样修改的时候我们就能传过去一个ID了那你仔细看啊我们刷新一下刷新一下点击修改是不是有这个ID啊有ID以后那我们在这个在这个页面啊edit页面我是不是要获取这个ID然后去数据库查询数据查询出来的数据然后写示到我们这个页面上啊 写示到我们这个页面上就在这边获取这个ID获取到查询查询出来写示到这儿那仔细看那接下来我们是不是要找到productedit这个路由啊啊找到productedit啊啊productedit在这儿对吧找到这儿以后我们要干啥呢是不是要获取get传值啊获取这个-id传过来的这个id那获取怎么获取呢我们一起给大家说过获取get传值你直接这样写啊通过iq.qiy kori啊kori那要获取id你就点id那这样就获取了这个id获取这个id获取到id以后我们要干啥是不是去啊数据库查询这个id对应的对应的数据啊对应的数据查询到以后那我们干啥呢我是把它share到我们这个页面所以你仔细看我通过is.render啊不是叫render我还没查询到对吧查询数据就dbdb点坏的 那简单dbfidefide哪个表prodoct商品表商品表里边查询条件是什么查询条件是你的id你数据库的id是不是这个id等于谁呢等于我这里边的id啊然后查询完成以后然后一个方式回调函数回调函数里边那这里边有个erer还有个data啊拿到数据以后我通过renderrender的时候我把这个数据传到我这个页面那这样是不是就ok了啊list 等于data那回头我是不是就可以在前边去拿到这个数据了但是你这时候看一下啊这样写的话是没法获取数据的啊仔细看啊我们运行一下给大家看一下啊运行一下我们id也打印一下啊看id哪没拿到啊id也打印一下然后运行一下啊仔细看运行一下那运行一下的话你看我们刷一下啊刷一下啊到这个edit页面edit id仔细看id是不是拿到了id拿到data是什么呢是一个空那数据库里边有没有 这个era这个数据啊你看一下有没有era是不是有这个数据啊但是为啥这里边拿不到呢哎这时候要注意的啊你这里边数据库保存的id你看数据库保存的id是个什么啊是这么个玩意儿object的id这么个东西那我们在哪呢我们在我们这里边你是不是就是一个这么个东西啊所以这时候是拿不到这个数据的你要拿到这个数据那接下来就要用到哎我们以前给大家说的啊在我们这个mogoDB连接数据库的时候啊就是操作数据 这个数据库的时候他这里边有个啊object id 啊啊不这样的所以我们要拿到数据我们要用这个东西来拿啊仔细看那我把这个object id我再引入一下我们是不是封装到db库里边了所以我首先把它在db库里边啊放到db库里边啊放到这儿那其次的话他叫object id啊我把这个名字都改过来 改过来以后呢其次我要暴露这个object id啊我们要用这个object id来和我们数据库的这个object id来做匹配啊仔细看 我首先把它引入引入以后那我下边暴露一下啊暴露暴露暴露啊 object id啊那我这里边写expor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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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纳点object id等于我们这里边的object id 那我回头是把db.object id就能拿到这里边这个object id啊 所以接下来你看一下啊那接下来你在这里边怎么写呢你要这样写你要6一个水纳 你有db.db是我们这个是db是不是就是我们这个数据库啊db.object id是不是就是这里边这个id啊啊db.object id 然后把我们这个数据传进去那这样他才能拿到数据啊一定要注意就是啊 获取就是这个自增长啊自增长的id自己啊自增增长啊增长自增长啊增长的id啊要用着呢要用这么句话来匹配啊这么句话 匹配 行的就是我们再看一下哪里拿到数据啊来运行一下啊运行一下以后你再看一下我们这时候我们在在这啊在这我们刷新一下走 拿到了吧啊这里边这个id是不是有啊id以后你把这个id传到这就把这个id是不是这个数据传到这传到这传到这以后我们又一个object id 那他就回头会和谁呢和我们数据库这个object id对比对吧就是如果你id等于object id 然后这么个数据是不是就匹配到这了匹配到这以后是不是就拿到这个数据了拿到数据以后接下来我们是不是渲染到前台这个类传到前台啊那这里边 我是不是就在product的edit里边可以绑进这个数据啊那你仔细看那我们修改的时候我就可以在这啊我这里边vl 有意外流等于谁呢外流等于接块北封号等号然后这里边是吧类似的下边的谁类似应该是零下边的id对吧零下边的id 那所以我这里边我在这啊我在这儿我保定数据的时候我要这个类似等于data零 data零是不是类似的就是这个对象了就是这么个对象 所以我回头我渲染数据的时候我直接类似的点抬头是不是就拿到这个数据了那你仔细看啊类似的点抬头 在productedit里边我就在这类似的点抬头啊点抬头 那这样就拿到我们这个标题的数据了那同类我们赶紧复制一下那pic的话图片的话那我们一会写是啊图片你没法直接往这里边放 然后有个商品价格价格的话是不是就是类似的下边的水呢类似的下边的price 那价格也ok了价格也ok以后那我们再继续这里边还有水呢 还有这个费对吧哎费用然后还有商品描述商品描述你是不是直接往里边写啊商品描述 我这放然后呢这时候把这个商品描述放到这那同类这边还有一个图片啊图片的话你没法直接放到这个input框里边啊所以图片的话我们就在下边啊就在这下边我们给他写 试一下就是imgsrc等于水呢等于我们这个图片百分号接口百分号等号我们把这个图片给他循环出来啊就类似的点 写实出来啊点pic然后alt那我们就写不写了啊alt写不写了然后这边给他设置宽度宽度等于100啊 行那这样就搞定了搞定以后你你看啊我再重启一下重启以后你看我们刷一下走 哎出来这个数据了吧是不是出来这个数据了但图片怎么跑到这了呢哎那我来个br啊来个br br然后这个图片下来 图片下来这有点丑啊图片下来有点丑有点丑的话那怎么弄呢 怎么弄呢啊一种你慢慢调css像啥那我这边加几个大空格啊加几个大空格然后保充一下 啊又加太多了对吧太多了以后再少来两个啊 就我这边加瘸角的空格啊它是起作用的来再来一下 啊那这样基本差不多再少来一个再来一个 啊ok的啊ok的ok以后我来几个br啊来两个br来两个br行那这样就搞定了啊 那你仔细再看我反过到首页我点击这个美女走 是不是都保存过来是不是笔记本电脑然后我再点这个笔记本电脑343点是不是上面系都过来了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你点的时候把这个id传过来传过来以后我们从数据库是不是查询了一把数据 查询完成数据以后我是不是又渲染到我们这个页面上边去了 哎查询完成以后渲染这里边要注意你查询这个id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查询id的时候这里边要注意这个 我们系统生成这个id你如何匹配啊这里边要用到我们数据库里边这个就是mogo db里边给我们提供的这个object id 我需要new一个object id把我们的id传过去那这样他他才能匹配成功 哎那行那我们这个修改传数据就完成了那下边的话啊下一讲的话我们给大家讲一下就是你这里边修改完成数据以后再提交是不是要把这个修改的数据给他修改过来啊 行那这一讲我们就讲到这里啊